又是一场网络爱情诈骗案件 一名富人带着4万多块钱的年终奖金 凭着通讯软体的资料前去银行 便说要汇款给住叙利亚战场担任 维和部队的美军男朋友 协助他可以退伍 还好被银行行员及保七员警发现了 及时劝阻保住了富人的年终奖金 影片中这名40岁的富人 透过网络交友 解释了一名自称在叙利亚战场 担任维和部队的美国军人Jeffery Jeffery对富人表示 已经厌倦了军女生涯 想要提早退伍 要富人汇款1300美元 让他处理提早退伍的事宜 索性银行行员以及保七员警一眼试破 保住富人的年终奖金 将他从网络爱情诈骗的陷阱中解救出来 你有接到什么电话吗 没有 还是说那个 这是我要汇多了 你会电脑 这样怎么了 双方在通讯软体聊天大概一个月后 对方就表示想要退伍 离开战场 可是需要用1300块美金来贵落他的上级将军 等到他的将军收到这笔1300块美金的汇款后 就会让他退伍 然后他就会来台湾跟富人共度一生 富人听了就满心欢喜的 拿到他刚领到的四万多块年终奖金来谈应回款 然后我们当场就请富人用手机跟对方视讯 然后对方当然就不接 我们就跟富人说如果对方真的是美国人的话 怎么会中文这么流利 打字这么快一下就回复你的讯息了 然后而且用1300块美金来贵落将军也是一件非常不合理的事 这种类型的诈骗在台东已经有三期了 保气援警也特别提醒民众 在网路交友时 不论对方用何种理由要求汇款 都有可能是进行诈骗的手法 今年从1月到2月到现在 我们台东剪刑事就已经拦阻了四件网路交友爱情诈骗 我们真的提醒民众如果在网路交友 对于刚认识不久没有见过面 对方就以不管是以什么理由就要你汇款的 这个就是诈骗集团所设下的网路爱情 美好憧憬的诈骗 请大家不要被你所看到的帅哥美女照片给迷惑了 透过网路交友虽然能够作为日常生活中压力抒发的窗口 但是也要特别小心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目标 避免相信道徒洋装成外国成功人士 或者旁人看似各种千奇百怪的理由 成为诈骗案件的受害者 记者安杰伦 台东市报道